孙大伟没什么争议吧 大家都说是他的好朋友 广告教父昨天病逝了得年58岁 其实这个年纪呢 他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朋友都舍不得说他怎么这么快就这样子走了 其实呢孙大伟的一生大家都说相当的精彩 但是其实他在广告界虽然现在被称为是教父 他的启蒙却是相当晚的 都已经30出头兵都当晚了才开始的 在回过头看他以前念书的时候呢 高中老师竟然说他该生素质太差 没想到呢日后变成了广告教父 该生素质太差 甚至呢成为他日后写一本书的这个标题 被称称为广告教父的孙大伟 从小就不是典型的好学生 在罗东高中忌读时 这张成绩单老师还给他该生素质太差的评价 不过退伍后孙大伟无意间重新看到这几个字 迟来的屈辱感让他发狠读书三个月 就考上辅大大传系 一个事情过得平顺呢 这日子就频频还就过去 矛盾是一个创业的能量 有对立有落差的地方 他就有能量在那里酝酿 照片中高中时期的孙大伟留着平头 但是媒体应该讲我这样讲我自己是个小脚头 在广告是个小脚头 孙大伟的一声如同当的广告词一样真的好屌 中天新闻黄宝彤王一杰台北采访报道